新竹市中午一辆小货车行进了光复路通过中华路的地下道时 却因为车身太高了卡在地下道 现在的最新情况马上交给记者林文婷来告诉大家 文婷请说 是的 主播在新竹市光复路通往中华路的地下道里面 有一辆小货车驾驶呢因为不熟悉路况 没有注意到货车后车厢的高度过高 就直接开到地下道里面 那结果呢比较低的车头虽然通过了 可是后车厢就整个贴在地下道的墙壁上 我们来听一下驾驶的说法 这枚黄心驾驶呢赶紧下车查看 那发现货车过不去 只好慢慢把轮胎的气给放掉 让货车的高度下降 而警方呢也赶到现场指挥交通 经历了半个多小时 驾驶才终于倒退离开地下道 以上呢现场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回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温婷 看到很惊喜 小户车太高了 卡特地下道 好险这个轮胎卸起之后脱捆了